Hello 大家好 觀眾何太問 除了煲湯,老公又喜歡吃雞 有沒有方便一點的方法 其實是有的 今次我煲湯之餘,有浸雞食 這樣就可以有湯又有雞食 今次在雞檔買了一隻雞殼 和一隻三黃雞 雞殼就用來煲湯 那隻三黃雞就來浸做白切雞食 因為今次多人吃 所以選了一隻大一點的雞來浸 買多一塊豬腱 令湯再加多些味道 雞殼買回來就要洗乾淨 把雞殼一開為二 這樣煲的時候會容易出味 豬腱也是切開細件 現在肉已經準備好了 今次我會用花旗參煲湯 我有兩種花旗參 這些粗的就是一組放進鍋裡煲 這些花旗參都要浸一會 洗一洗它們 另外我亦都準備了一些薄的花旗參 這些就是留在最後才放進鍋裡焗 焗它的花旗參味 再加一條紅蘿蔔 增加湯的甜味 紅蘿蔔就會用滾刀的切法 再加兩粒蜜蜜 再加兩粒蜜蜜下去煲 湯就已經夠了 煲湯來說就是要用凍水 加材料下去煲 把所有材料都放進鍋裡 之後就開大火煲 水滾了之後就轉小慢火煲 大約煲三個小時左右 在煲湯的時候就可以處理三黃雞了 這隻雞就要用鹽水針一針 剔除它的腥味 最重要就是徹底清洗內臟 要清除所有內臟 小小粒的都要剝走 之後雞就可以隔乾等 湯就煲了兩小時 現在開始就要準備浸雞 首先就要開大火煲起湯 當湯煲起的時候就可以把雞浸下去 我們可以拿著雞頸 把雞浸在湯裡面 當湯水浸過雞的時候 我們就要拿起雞 這個步驟重複做幾次 目的就是讓熱湯可以滲入雞腔裡面 每次拿起雞都會看到有湯在雞裡流出來 在這個時候就要準備定一些冰粒 現在我就會拿起雞放在一邊 用冰去煮一煮雞皮 這個做法就是讓雞皮更爽脆 用冰粒塗一下雞皮 把雞的皮冰一冰之後就可以拿去浸雞 再重複浸 拿起這個動作幾次 目的就是讓雞內可以浸到湯 我們做完這個步驟之後就可以正式浸雞了 把整隻雞放在湯裡面 湯要浸全隻雞 看著當水滾了之後就要關火 就隨便把雞放在鍋裡浸 這隻雞大約一斤半重 我就浸了五十分鐘 中間千萬不要開蓋或者攪鍋 那就沒問題了 到四十五分鐘之後就把雞反轉 再浸多五分鐘 確保全隻雞都夠熟 現在就蓋蓋再焗多五分鐘 到了五十分鐘後我們就準備一大碗冰水 水就記得用滾水食用水 現在就把雞拿出來放入冰水裡面 目的就是讓雞皮可以更爽脆 用冰水浸一陣子 令到雞的溫度急降 冰水浸一陣子就拿起 放在這裏就晾乾水 浸完雞的湯會有很多油 所以我會用隔油把那些油撇走 用湯去浸雞可以令到湯有多些雞味 而雞也可以吸收到湯的味道 那就一舉兩得 隔完油在這個時候 再放薄的花旗芯片 用小火煲45分鐘就可以熬了這個湯 用花旗芯煲湯 又好喝又正氣又有益 湯就煲好了 準備斬雞就可以開飯 湯有很香的花旗芯味道 斬雞來說可能對很多人都是很困難的事 網上其實有很多斬雞的教學片 首先斬雞頸出來 之後就斬走兩隻雞腳 在雞尾這個位置斬一刀 之後就可以在剛才斬的位置 把雞斬開一半 斬雞的時候就盡量下定決心 一刀大力地斬下去 就可以把雞斬開一半 之後就可以由雞翼位 雞腿位慢慢斬 首先斬雞翼位出來 然後就把它斬雞腿 ripped 後來斬出來 再斬雞筊 把雞腿位斬到適合的大小 不需要斬太細件,因為如果太細件,整隻雞就會碎掉,皮和肉就會分離 這裡就把腿位斬出來 已經斬好一邊的雞了,另一邊也是用同樣方法去斬 浸了這隻雞,大家都讚好吃,雞肉浸得剛剛好熟 雞肉很嫩滑,雞肉也很有雞味 煮法簡單,大家都可以試試跟著煮 一雞就斬好了,雖然斬得不太好看 湯又煮好了,就可以開飯 多謝大家看這條影片,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就按個讚 多謝大家,拜拜 有其他影片,請來開啟 啟 Inc議題在這條影片 ? 有請和你erei收了,請來打開啟